電車的保險感脫落 後視鏡幾乎全毀 地上滿是碎片 因為外牆甚至被撞到碎裂 南收爾市聽站2號 才剛發生衝撞人行道事故 造成九死六傷 沒想到又發生衝撞事件 這次同樣是高齡70歲的駕駛 他在醫院急診室前面 正要倒車時 接連撞上停放的四輛汽車 造成一人重傷 兩人輕傷 司機聲稱是自己加速太快 藥物檢測中發現駕駛有服用碼飛 另外還有一台車撞到托兒所 司機與同車的妻子都受傷送醫 幸好當時托兒所內沒有人 附近也沒有行人 駕駛經常沒有酒駕或吸毒 而市政廳的衝撞行人事故 也引發質疑認為行人忽然沒有作用 那和丁一夫人也特地前往 試聽戰事故現場獻花 為死者表達哀悼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